连偷五家超商,窃贼失封被逮 新北市从事清洁工作的37岁男子石景泉 昨天下午在三重中阳北路,一家超商偷窃洋酒被逮 行窃过程监视器全都录 当时他趁四下无人,伸手拿了架上的洋酒 走到饮料柜前,快速将酒塞到背包内 他以为没人知道,其实早被店员盯上 看到店员上前盘问,自动把酒拿出来,交给店员后 装作没事的想走,一出店门拔腿就跑 两名店员立即追出去,在巡逻远警协助下 当场逮货这名窃贼 他逃跑时,边跑边将大批洋酒弃至入行 奇怪的是,这些洋酒并不是那家超商所失窃的 警方进一步追查,才发现这名窃贼一口气偷了五家超商 这是他在正义南路另一家超商行窃的画面 这个画面则是他在大同北路超商行窃的过程 手脚之俐落,前后轻描不到张物路带 警方清查,窃贼得手近两万元,讯后依窃盗罪嫌,移送法办 动新闻新北报导